大家好,我是寶妹 我是阿寶 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的朋友继续旁边 收听我们第二点正的节目 以往是阿宝老师跟宝妹在这里为你来和不主持 你都处在随风上的问题做什么的工作 没清楚,没了解 来,633-8601 633-8601 来,第二点正节目一开始 先来问阿宝老师 一个听友早上打来的 这个比较要紧 他说他是种苗厂 他可能有去看这个历史南瓜的这个材料 要想要请教老师 要如何让他的心能够比较粗大一点点 这个要让他比较大 第一就是 我们先去了解他的生理特性 要如何让他在这方面来说 可以长得稍微再粗再壮一点点 所以这个瓜类的这个材料 我们在发的时候 特别要去注意的这个这个要点 就是说以前 以前我们很多都会用这种平均肥20-20-20 但是那种的一个 有没有说这样可以抑制他的节节 他的生长 但是一种大起来的时候 那个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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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发现过高的一个磷蜜蜜�蜜蜜 这对他根系的一个发展并不是说 很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一般现在赢弹银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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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與企蜜蜜蜜蜜蜜,或是利率较低 但有但企侷比大概差不多1 знаком 譬如說你十五十十五的這種 就是說把人壓比較多一點 但是他通常會加鈣霉 在臺灣我們加鈣霉的一個背料 不一定很明顯的一個效果 有時候就是說 他的一個 原因最主要是我們臺灣的水 鈣霉含量都很高 所以一般不見得會有很明顯的效果 不過像你在種南非南非材 你如果是把這個高鈣霉的部分拿進去 這個效果就很明顯 看到因為我們臺灣很多人都怕他高醫師 因為怕怕怕 所以那個 水裡面我們都會去軟化 去過離 所以通常鈣霉都拿掉 所以 甚至有的用RO 用逆滲透的一個水 所以這個水當然是很高 但是他就沒有鈣霉 沒有煤 所以他的效果就沒辦法說好 所以通常就是說在肥料 這個部分 你要稍微做一下這個條證 就是說 鈣霉太多 但是鈣霉補一順 這個鈣霉加鈣霉 為期差不多1比1 還是鈣霉加鈣霉一順 也沒問題 這一般來說是 你如果用二十二十的用兩邊 再來呢 我們通常在用的這個肥料 這大概就是要注意 注意 你使用的這個蛋跟甲的比例 就是說 一定要比例更高 現在的一個研究 是這樣的 這是第一個由肥料來調整 但是這是天氣的這個關係 我們沒辦法去學習說 想過頭黑暗 這個日照不足 日照不足的時候 他如果日照不足 他就要調整 這個時候 你用什麼肥料去控制 還是什麼 都有效 但是這個效果都很流行 所以本來說 如果是黑暗天 不要厚水 用水分去控制 他的一個 他就比較粗 比較用色 所以他本人在做這個災害的時候 去年 補號去日本一個苗場 去了四天 總共有四天 在那個家庭去四天 要做什麼 就是 看他們的一個 當然 最主要就是 對他們的操作 那時候去日本 補號 跟學校做的去 因為那個行程 我比較沒興趣 所以我把他脫隊 脫隊 所以和日本的 就留在日本 留在日本的一個 這個 苗場裡面 去看 看人家的一個 事過材料 他們在做這個陽香瓜的一個材料 他們在做陽香瓜的這個材料 這個悪水的這個方式 因為可能是溫度比較低 所以 他們的悪水和我們比較不一樣 他的很大 他一定是給他 很大 很大 很大的時候 他在悪水悪一個方向 比如說你水這樣悪過 悪過他的材料 剛才發出來 有時候 因為他們 日本人比較沒有日常 所以他壓下去 那個材料 倒肥 他的材料 倒肥 倒肥 倒肥後 倒肥後 他現在倒肥後 我們知道這種作品 有的相關性 對不對 你把他壓過 他是不是倒肥餅 倒肥餅 倒肥餅後 他現在 正常起來 他自己又壓起來 又壓起來 壓起來 壓起來後 就開始喝水 所以前一遍 他就把他壓起來 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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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半 最起碼要兩個輪迴 這樣起來 他的肌骨頭就這樣很粗用 他的材料也不會很熱 這通常這種就很好證 所以這個惡水的一個美角 這個惡水的美角最重要的一個重要 就是說我們是在操作的時候 在這方面是一個很要緊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在這裡 讓我們提前朋友可以稍微做一下了解 就是說 肥料是其中一個環境 環境裡面就是這個這個日照 日照我們有時候如果黑暗天 去點一支黑暗港這個紫外光線 它可以抑制於徒長 它就比較不會那麼浪漆 水分的一個慣例是其中裡面 最有美角的一個重點 所以這通常是由這三方面來用 日本人不可以用百科素 他們不可以用這種生長抑制劑 所以通常他們就沒有去用這些東西 當然之前有在台灣 這個以前有一個產品 後來發現其實那些東西 也不是一個合法 但是已經賺一坨了 這很多人不要用過 它的甘酸病也很多 也很多人有用 其實它就是有一點這種生長抑制劑 這類的一個東西 所以它稍微把他用過之後 它就比較不會那麼浪漆 比較不會那麼浪漆 它就看起來就這樣不斷不斷 所以 一種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在這裡給朋友稍微知道 這大概是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在操作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說為這方便做三個方向 這三方向 你去幫他做一個 做一個這個主意 就是說你一定要為這三個 為這三方向的手 你好像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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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還是這不三九 隨時三這個運動和天氣的關係 我們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大概這樣把它搭配起來 就可以得到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這一般來說 最簡單其實是用矮化劑 你說你把它噴矮化劑很簡單 所以 他開始職業斬平的時候 你要夾一遍 夾一遍這個矮化劑 他就不太大了 現在你看他還弄起來 你還要夾一遍 當然這個農土到底是多少 你可能要自己去抓一下 因為這個不一樣的解釋 這個平靜 他對這個矮化劑的反應是不太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 會這樣來幫他做處理 因為想過一頭龍腳 對這個 刷災的時候 當上不好的解釋 影響 最主要是這原因 在我們自己在 像以前 我自己都發回歸債 因為我經營 所以因為經營的關係 還沒農家 我就先去整理這個產地 整理產地 它也是因為 這個環境比較不像在血盤裡面 那麼好 所以 在量的速度就比較不快 所以這很重要 這個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 你可以先參加看看 就是說 大致上 不然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 好 來 6338 601 6338 601 這是我們現場的 空運專線 在這裡歡迎我們鄉親 同樣也是4公斤 那一星期就是照這個 部份 這個量 這個量 我們先從背後看 就是說硝酸鈣 一分多4公斤 硝酸鎖 一分多4公斤 所以 這個要把它配起來 大概就在8公斤左右 然後有 這個 夾 然後也有鈣 這個應該 這個用量上大致上 這個沒有太大的 沒有很大的這個問題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還好 但是 他那個 金的地方 譬如說 張頭看這個金 就是還好 不過他那個張家 北部 北部 這種的一個 這個情形 我個人覺得還是有一點點狀況 所以這個尾雕 這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這是因為這個 連包菌 連包菌來改這個 引起的一個 這個尾雕的一個 政政 所以 一般來說 他不一定在張頭 發生 因為那張頭 我們會知道 如果是在張頭 那裡有可能是 日本有可能是 這個根腐病 這很困難的一個情形 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的尾雕 是不是 金的所在 有這個 那點根腐病 這個黑點金腐病 你上次看 那個金 跟的節點上 是不是 這種情形 因為這段時間 比較不容易出現 這個 比較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出現 這個沙灘的這個問題 所以 那不是這種的 這些經營 這個通常 就和這個 這個黑點跟腐病 有一點點的這個關係 但是有時候就是說 這種東西 就是說很難去直接判斷 所以 有的說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有這個 所以你這種的連 這個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說 或許跟黑點跟腐病 會有一點點關係 所以呢 雖然沒有太明顯 因為這個可能 如果沒有 沒有用這個 症癡 潛維症 還是說去做一個 病 病害的 一些檢測 純粹看 眼睛 用眼睛看 也不見得 因為 要看它很明顯 看它很明顯 就消息 所以 通常在金的表面 有一個黑色的 一個包子殼 我們就會去看到它 有可能 有可能是一個 這個黑點跟腐病 但是就是說 在黑點跟腐病 在 寒冷這水 在寒冷這水的 這個經營 通常是要沒有 很明顯 尤其 夏天或許會 但是在寒冷這隻 這裡 大家是 到時 比較沒有 那麼明顯 會去看到 會去看到 這個發生的 因為以往來說 它的溫度會比較高 溫度會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 通常如果是頭上溫度比較高 我們會去判斷 說是不是這個 這個黑點 金富病 這個這個 這個情形 這目前看起來好像不是 所以這個 到時應該不是這個根腐 不是這個黑點 金富病這個問題 如果不是黑點 金富病 可能看到 我們知道 就是說 這含 就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基本上應該是 這個聯邦菌 聯邦菌 跑不了這樣的一個關係 這Fistarine來把這個引起 有時候確實就會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有這種的一個情形 這個難免 有時候 種這些 尤其這個像回歸的那種幽妹妹 有時候這個很難去 很難去處理 這通常是有這種的這個經營 所以 這個聯邦菌 通常 他在這個漲 你可以把它打開 因為你把它 你把它射開 就射一個這個斜面開開 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看到 剛才有6月 他會的那個有稍微暗暗 所以 他很快就 稍微暗暗 所以 這個很有可能 就是這個聯邦菌 來把這個引起的一個 這個位調配 所以這陣子 尤其他通常 那是因為 在我們的一個這個 他差不多20度左右 不要太 正經大熱的時候 微調病 比較沒有 聯邦菌 比較沒那麼吃力 通常是疫病 更有 黑田更有病 跟著這個刷 在高溫 的時候 在低溫的時候 秋天之下 就是我們現在的這水 都會發生的 比較多 還是說比較刷 或是你這個 投用的一個 這個大淡變法 想過 有大病說 你 淹水 太乾 太淡 有時候很乾 有時候很淡 這個圍條病 就是這個溫度 比較多的時候 就很容易 來把它抓起來 所以大概 因為這個狀況 跟別人有一點點 沒什麼樣子 流到的 所以 我是為他這個 所在 來給他這個 判斷 來給他判斷 這個 真有可能 真有可能 是這個 圍條病 這可能是 這樣 這大概 先把個人 一個小小的 一個判斷 這個情形 這個提供 給我們 這位提前朋友 你可以 稍微做一個了解 好 來 6338-601 6338-601 這是我們現場的 科音專線 在這裡 趕快歡迎我們鄉親 多加利用 來 老師 接著來看 其他聽友的問題 再來看 這是 這個 王富裔 王富裔 他說他的蟲子 有用這個 鐵頂麵跟荔精通 來噴這個蟲子 但是他的水 他還是覺得 不夠深 好 還要更好 這是我們 很多 這個 好朋友 所有的 對球 他說 希望 還有一點 這個 不太夠 覺得還不太夠 還要更 這樣 你可以 如果這種情形 不覺得這個 汽水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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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是要用硝酸 夾 如果是 比較軟 洗手法 用硝酸夾 如果是已經很差 但是汽水不夠正常 尤其你如果是用很多 磷酸 眼淚 汽水不夠 這種情形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他就會出現這種現象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這在這裡 好朋友 稍微了解到 就是說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在這個 要稍微知道 大概要怎麼做處理 所以 一般來說 就是你要分 看是用硝酸夾 是用硝酸鈣 一般 如果分不算 分不算 不然你就直接用硝酸夾 因為硝酸夾 通常是比較不容易 濕濕 角色 鑊人的時候 可能 利用硝酸鈣的效果 比較好 可能有硝酸夾 因為他比較動肝 你再用這個 吊車 做費 做費來用 這個效果應該就很明顯 因為鐵冷煤 如果有用過 就不用再用 因為有鐵有煤 這個夾又補塑 最主要是比較耐寒 讓他冷的時候 食水倒不出來 通常是 這個蛋肥效益比較差 所以我們 在肚子裡要補塑 你如果要補塑肥的肥料 你一定要補塑肥料 你一定要補塑肥料 不要去補塑肥料 因為有時候 其他的肥料 不是說他不好 就是說 在應用的這個過程裡面 在比較冷的這個天氣裡面 他就是要有一點硝酸鈣 有的人說 不過那個比較沒有肥 不是他沒有肥 他肥很容易流失掉 這個差辯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 這在這裡可以讓我們 好朋友 先做一個了解 這個了解 這個重點 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 希望說好 還要更好 跟我們說 沒有說真的 這種 這個食水 這個 倒是還好 但是 覺得說 要更不夠 希望還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都是在 尤其我們很多做事的好朋友 都是不斷的在挑戰自己的極限 再來就是 不是只挑戰我們自己的極限 還在挑戰的是什麼 挑戰的是我們做不到極限 在冷的時候 我還要有三龍 還要有食水 這當然 我們可以用這樣一個方式 就是說 你用一點釣車 也不是鐵跟煤 因為冷的時候 這個缺鐵的情形 比較嚴重 所以 他的缺鐵 不是說沒有鐵 是因為 他的效益 變得比較壞 所以我們通常 幫他補一頓 還給他一頓 淡塑 他這個起來 這個洗水 就要清 但是我們就是想 怕說 淡塑 最高的管理 中軟肆的老口 是不是很難看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 硝酸夾 這個東西 就是說 我不知道要用 這個 12號這個 蛋夾比1比2 這個可以嗎 可以 但是就是說 它比較貴 一點點 但是你用那個 微量元素的量 就很夠 那個釣水也很漂亮 所以 其實這種東西 我們都要 背一點點 比如說硝酸夾 你可以在土壇 一分底 浪8公斤 6公斤 是最適當 但是有時候 我們會把價值 6到8公斤 以後 就會好很多 所以這在這裡 我們 挑選朋友 可以了解一下 這大概 我們 可以這樣來應 基本上 基本上 它的效果 都會能夠 表現出來的 提供給我們 提供朋友 在這裁股上 要先做一個參考 好 來 6338 601 6338 601 來 老師 我們接著來看 這個聽友 聽友 何秋玲 何秋玲 他要跟你請教 是一關這個 水蜜芭蠟的事情 原來現在還有這種芭蠟 芭蠟還真的很多品種 這是水蜜芭蠟 為什麼它的外觀看起來 都很好 但是裡面吃起來 有很多地方 都有這種 一點 五點 但是吃起來 就是苦苦 要怎麼處理 他說它的水蜜芭蠟 外表是 有一點點畸形 不對稱 果形都很差 什麼方法 可以讓它生比較漂亮 現在這個芭蠟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水蜜芭 這通常是一個五子芭蠟 就是說它是無稚的一個芭蠟 無稚的芭蠟 如果你看到它沒有稚 這個水蜜是很類似 所以呢 因為這個種子 可能在營養的時候 它就變成是不是 簡單說 它盡量 變成有的去給它 種一百種 因為你知道這種東西 它的 比較沒有肥分 所以它就變成無稚 無稚 但是你要適當它 有一個肥分給它 因為這種東西 這個含有不太一樣 我們有時候這種無稚的一個 這個水蜜包括就是說 它這個 不是說怎麼無稚 就是說它是種子量很少 所以我們通常就稱作 它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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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東西就是因為 它可能在這個 發育的這個過程 有一個胚囊 所以 你如果說 你用人工修分 或是說 有人說去做整整整整 其實有時候你用不一樣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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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 拼證 並說 像 這個 酪梨 酪梨 就是要不一樣的拼證 去把它製造 這種水蜜蜜 這種無稚的蜜蜜 這個就不一樣 這由於是 這個種子 它那個 這個胚囊發不起來 所以 它本身 就會出現這種種子很少 其實它差不多是百分之十五到 所以它的一個 凋割率很低 所以你可以很正常 所以一般來說 這種東西用什麼呢 用生長調節劑 所以 我們去把分4CPA 可以讓它增加凋割率 但是它增加凋割之後 它那個 高性的 就是 因為它沒有GA3 所以 通常它就比較容易 這個 這個肌性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 你說的這個外偏 這個不正常的這個形 所以你可能就是 必須要 這個形狀不對稱 個性很差 你要染一點點 這個GA3 但是這個GA3 在噴的時候 是有一定的一個 這個時間點 比如說 我們在它噴火的時候 開始在射火 我們去噴一層 大概十個PPM 很多人說 我噴三層也沒問題 這不是這樣說 你噴十個PPM 你現在等到它 有疊了 它的 蓋垃垃垃垃垃垃 差不多 我可能是 七天至十天 兩禮拜可能比較少 七天至十天 你會噴一遍 噴一遍 這個目標要做什麼 就是提供他這個GA3 噴這種荷蘆蜂的時候 是薄薄 這樣把它扳過就好 不是像薄薄 在沾油 洗到沾油 所以 你如果是要洗到沾油 你變成 用油的解析料 就要做條件 所以通常 我們用差不多三個PPM 百萬分之三 到百萬分之十 我們用補的解析料 就是希望可以噴兩遍 五百至三遍 就說多噴一遍 但是我用補給他 這樣起來 因為他沒有錢 他就沒有這個GA3 就沒辦法 這個 鋸就沒辦法生長 所以 有錢的地方 他就正常 沒有錢的地方 他就大腳不起來 所以他就歪平歪平 所以這通常是這種的 這個情形 所以 這在這裡給朋友 想做一下 了解就是說 有時候 如果是去遇到這種的 這個情形 在這個 這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是因為 這種的 這個情形 這個現象 所以 我個人的 這個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你一定要 為這個方向 為這個方向 來 幫他做一個 這個條件 所以 這樣起來 就會好很多 現在很多 現在很多 但是 就是說 這個 這種水味芭蠟 有一個 最大的缺點 不過 比較不太喜歡的原因 就是說 它比較沒有 那樣 那樣脆 軟軟這樣 所以有的 跟這個 紅色芭蠟 但是我在大陸這邊 有吃到 一種 不是台灣人種的 他 紅色芭蠟 還會找 這種就不會吃 而且 紅色芭蠟 有一個比較得數的 生氣 所以 應該是還可以的 所以這可能是這樣 這種 很多人去種 但是 我覺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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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說 他比水晶的山領更高 我感覺到 是不見得 不見得 是怎麼 所以 這個山領 可能 也是看人 也是看人 可能要看人 是不是 這種 在 這種 廣告 這也不一定 說 他比水晶的 廣告 比較高 但是你要是廣告好的 這個情形 經濟來說 他會有一點點 會 會稍微好一些些 所以 這在這裡可以 和朋友 做一個 了解 所以 因為 他的高性 高性 高性 比較沒有那麼細節 就是說 生特別好看人 好看人 這純粹是他的 這項 這個特色 所以 這個通常是這樣 這 好像去年 去年我記得 有看到一個記錄 他在這裡 算 簡單的是說 他是一個 原地要再上班 上班 準備退休 他就開始 先去做 這個 所以 開始去做 這個不一樣 一種 這些東西 好不好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個人 其實是說 對我個人的看法 我還是 沒有很看好 因為 第一 就是他三量 比較沒有那麼高 他跟水晶的 我認為 我認為 比不上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 他的口感的甜度 對這個 有比較不一樣 對 吃起來比較沒有像水晶的那種 一種脆 一種口感 但是 你如果說他的這個 芭樂的香氣 還是什麼 我是覺得也不差 他也不錯 醫療有一點點 比較軟 所以 通常如果是小孩 或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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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吃這些東西 還蠻容易的 所以 這也是另外一種的一個選擇 所以你個性 你可以用這樣 來做一下 這個改善 就是說 在種這個外觀 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裡面 有一點 這個 有一點 這個 有一點 吃到的 就這樣 苦苦 一種的這個情形 這對於 這種的這個情形 不然個人 給他他判斷 這應該是 這個 這個 但是就是說 一般來說 他應該是外面的 稍微有一點點 這個頂點 還是怎樣 所以裡面有 一種 這個 這個 這個應該是 這 一種的這個情形 這 會有可能 所以 這個我看到 應該是有 一種的 因為有時候 它是稍微有一點 一點 紅的紅的 比如說 肯定的人 肯定的人 都會看到 有一點 一點點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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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嚴重 那有時候 裡面裡面 果肉是 水果肉 擱打 草打 所以這種 很有可能 這樣的 這個剋熱症 有辦法解釋 你說你如果是 所以有些人問說 草搭草搭荒搭 這不是跟缺盆有關 一般缺盆是深 很少說在旁邊這個地方 這個平板是很少缺盆 但是一般缺盆是在寺的附近 那些地方會有缺盆在蓋裡 所以通常就是說 尤其在 若果是缺盆的時候 通常是裡面在凋劑的地方 甚至那個叫紙囊坯 紙囊的地方 它的凋劑 每個小粒 那裡會出現超大超大 如果比較嚴重 它裡面就空閣 所以通常是在那個情形 所以我們 好朋友這個問題是比較近 這個膏肉沒有在裡面 所以一般我們看到的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這個缺盆 所以這應該是含重咖啡 有很大的這個 這個關係 所以很有可能 我個人的這個看法是這樣的 如果是有公佈對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可能離開了解 另外這就是 有的說 不知道是這個碳區病院 因為通常 裡面如果有 一般外面都會很明顯 所以 真正說 外面沒有看到 裡面有 所以這在這裡 好朋友 稍微知道 這大致上 是這種的這個情形 這大家 沒有探討 我個人的這個看法是這樣的 如果是有公佈對的這個地方 因為這沒有去任何一個病害的這種東西 你如果沒有去做一個一個法研 一般來說 如果你沒有去沒有去做這個 病害的一種很嚴重的一個檢測 你說 憑一張照片這樣在看 我們都跟 阿波阿嘉說的就是 我們在說的都是一個 去判斷的都是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 但是我告訴你 它是什麼病的原因 比如說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判斷 它是從加病 因為這頓比較冷 所以 從加病本來就是一個 它不是 比較不可能是發生 因為發生的 一般是外面有 裡面也有 這簡直說 只在裡面外面沒有 如果缺憑一般是稽的所在 所以我們就是一項一項 去拜託掉 撈下來一個 最有可能的這個地方 但是 這樣就是一定是答案 不一定 所以通常就是說 你必須要去 幫他做病害 做病害的檢測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用這種 這個電感快速的檢測 這種 這個判斷的方針 其實要算是好 也不說不準 這種比歐巴油 比較好 我們有一個方向在推斷 所以起來呢 也是有辦法去 知道說大致上 在這上 有可能是什麼樣的 一個這個病害 所以在這裡 好朋友 做一個參考 大概 我們有可能的這個經營 是這樣的 另外就是說 至於對這個拼政 這種拼政 你不可以聽不聽不聽說 我請問 很好的朋友 因為有時候 我這個人比較麻煩 就是說 我很愛去表達我個人很值外 我個人的這個看法 就是說我去跟你說 我個人的看法是怎樣 譬如說我請請幾個禮 我們 很多好朋友在製造這個無法國 我們在節目裡面 也有好朋友說 這個無法國 可以製造的 我就跟他說 不可能 一個不好製 很難製造 很難製造的 你遇到什麼困難 遇到什麼困難 遇到什麼困難 他沒辦法在市場上去販賣 但是呢 他就直銷 對 他的這個 這種優果率 就是說他的成果率 好的這個架 沒有很多 因為我們這個 他要有一種這個 小峰 就是說去把他 無法國小峰去把他塑粉 有受粉 但是呢 他也沒說很完整 所以有時候 不斷的去給他克服 這個問題 所以 人也是都做得到 但是那時候我做不夠 你知道嗎 所以 有時候我會 我為什麼做不夠的 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 可以 讓他講清楚 所以 因為這樣子去把他講出來 我們就有辦法 在這裡 就是說 聽證明媒可以先知道 大概是什麼情形 大概大概是什麼情形 對不對 現在知道大概是什麼情形 的時候 你當然就會去遇到困難 就是獨自家裏 我所說的 是一種 並說像這個 這個水味芭蠟 這種水味芭蠟 你會獨自家的困難 在這裡 我所知道的 是這樣的 所以我告訴你 就是說他的平靜的 這個特性 就是稍微軟一點點 比他和白人比起來 比較沒那麼多 但是有人 他就是要吃一種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這樣 所以 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 我怎麼去找到一個行銷的點 這點 也是相當的這個要件 好朋友先做個參考 好 來 6338 601 6338 601 老師我們先來看 這個 1679 1697 我們一台 1697 他要把你穿到這個網文歌 到底是怎麼樣 你會看到他有事故 還會補湯 這樣 這種是 這個 很多 他這種 白色 通常是和 這個疫病 這有很大的一個 就是說 他白色的一個 這個 在個管頂 他會產生一個 因為息息比較長 就是說 那個所在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說 因為去抓到這個病 因為 疫病 這個 這個 我們說這個水上 因為熱的時候 熱的時候 熱的時候 他那個地方 因為有一個 這個 這個 我們說叫做 軍水藏到這種情形 在熱的時候 他那個地方很快 他會暖 但是 在冷冷的時候 他去感染到 他如果 在那個地方去感染到 他不一定很快 但是 濕氣很重 他就是白色的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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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這在我們這個 陽香瓜 黃蚊瓜 裡面 這很多 都有這種的一個 這個情形 這通常是一個 過時的一個 這個 這個疫病 一般來說 是這樣 所以這位 稍後的一個 這個 這個 大概 就必須要 這個 尤其 在那邊 在那邊 那邊 你可能 他要先 轉兩邊 因為這個速度很快 他在生 他可能45天 55天 天滑 差不多50幾天 55天 左右 他在拆散的這個速度很快 所以 一般來說 很多人可能會比較慢 但是 又如何比較慢 他通常 有時候 我們在頭上 你就要處理好 你頭上 如果沒有處理好 後面 這會不會就很難 所以有時候 我們請請在這裏 你跟聽說 你在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 政理運勢 還是政理 這個 水道 因為這種 在政的時候 很重要 因為像天滑 他很難給我們 所以我們在寬人這裏 在做 非常的不錯 再來就是說 他 這個 耐儲運 所以 我們在寬人這裏 來做這個 其實是 是很好 他整個開火到 結果 到可以辦 開火到可以辦 差不多50天 至55天 寬人可能55天 我們一般是捏55天 你捏55天 你捏55天 你頭上那兩邊 你就用油 我們就不要用油 你就可以用這個 冠 就是說 固定時間去把冠亞磷酸清氧化吃 我個人一直認為說 在這個 這個 算 嗯 過那裏 裡面 冠亞磷酸清氧化吃 雖然不會說比較省 因為有的說 這個 轉龍油比較貴 要用這個比較省 不會 你用這個呢 其實反而 會比比較省 不會比這個比較省 反而我個人認為說 好像也還 還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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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簡單的說 所以算不算是蠻蠻蠻蠻蠻 但是呢 在這個 衝擊震盪的時候 我們如果是平常有先做以後 就算他氏氣很重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辦法 把他控制之後不好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嗯 應該是可以去 值得我們去幫他倒租 所以這個通常是 這個我們會讓朋友先做一個了解 所以這個通常是這樣 有在心機旁邊的聽見朋友會覺得 到底要是生做什麼 其實這個貨在濕氣冬的時候 還是說去落到河 壓到河 其實不需要壓到河 很多人都說要染到河 不用 只會噴到 漏水乾掉 他就很容易到這個疫病 過失的這個疫病 所以這在這裡 給朋友先了解到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這個品種 這個品種 其實也不是這個品種 所有這些貨都差不多是這個情形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營的時候 可以在疫病的部分 疫病其實藥在營 那是都營不到而已 或是說你就要採收了 你不需要去採收 所以就很容易出現這個問題 不然這應該在國內 如果是溫室 外面如果有染到 我們就很難說 但是在溫室 一般的植驗中 就是說會看到已經有白色的菌絲出現 你最起碼 你最起碼 可能超過三個禮拜沒有症 最起碼有三週是沒有症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的 這個東西就是 普拔克 達樂 達媚芬 亞托民 伊德利 這類的用藥 這都是可以拿來 我們做一個過 做一個疫病 這個疫病的風低 這個修容 這一定要記住 反正這個東西都是一樣 輪流用藥 是它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這個地方 這種病 一定要很生日 因為我們在做漏困的時候 各的地方一定要做得到 因為很多人 都會去注意白分 比較少去注意到漏困 所以這要小心 提供給我們的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好 來 6338601 6338601 老師 聽有問說 那是這吳先生 這吳先生 問說 這吳鵬瓜 是否用這種 銅劑的東西 是不是我們還會使用 斬酌劑 或者是植物的油劑 還是說 單獨來使用 會比較理想 一般 這個 當作 我們在用 藍一點點的 藍體效果 都會比較好 這原因是因為當作 它的效果 當作的效果 一定就是要覆蓋 覆蓋整個面 它的效果比較好 所以 它的特色就是這樣 所以 這得性 簡單說 就是有這種的 這個情形 所以 我們一般 我們一般 如果是在應用藍質素 都會稍微好一點點 這個 氨基酸去熬合的 銅劑 最主要 他這個目標 就是要減輕 算說 他也是重量 但是他第一 就是說可以補充 作文 在某一種 就是說 他那個 這個 比較特色的 所以 這個氨基酸去熬合 所以那個標明 就容易均勻的覆蓋 這樣 佼佼這樣 把它覆蓋起來 所以 這個 這個看起來 我們在應用 最主要這個目標 在熱人 熱人 他比較不會有害 因為重量 我們知道很容易有傷 所以我們要去小心 但是 在冷人就不差 所以你要用 斬酌劑 還是要用油漬 都可以去 去天 都可以去應用 但是就是說 如果運動更高 你一定要注意 這個濃度沒有這個 跟這個 礦物油作用 的時候 有時候 他的這個 滲透性太多 你知道嗎 所以 比如說你用這個 精煉過的 礦物油 你放這個 你放這個量 沒有控制 你還叫 農業店跟你說的量 你再放這個 精煉礦物油 這種東西 你把它放下去 這問題就走出來 他這個 礦物油 因為這種礦物油 他通常會增加 增加 它的滲透性 尤其 我們在用的這種油 效果很好 它的滲透性也很好 人家一項好的東西 都有它的 副作用 這個副作用 都很大 因為這一定要小心注意 所以在這裡 待會兒 好朋友 稍後知道 你可以染 但是那個農土 你如果是說 並說你 這個 氨基酸熬合同 這個 安基酸熬合同 這個 這個沒有什麼 安全性更高 你就更不容易出問題 你如果存一般 這個 三連硫酸酸 或是說 青氧化銅 或是說 檢視育氧化銅 你染這個油的時 這個農土 一定要很小 加上你還有 這個 這個 所以你如果兩方 染作會 他們本來是不可以 再染染 因為這個 啊 看不到油的時 這種油槌 本身 就 已經有這個 染作劑 有可能 染作劑太多 這樣就比較不好 啊 所以這個 要注意的這個地方 應該是在這家 所以 我們在用這種 檔視的時 當然 你如果是去看 啊 這種 在 市民上 他會看 要跟你說 啊 什麼東西 啊 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當然這就是 呃 真 很重要的 這個地方呢 就是說 啊 我們 比如說 我們買這支油啊 我有跟你說了 就排除掉 這 啊 最好叫你單獨轉 啊 最好呢 呢 啊 這個單獨轉 但是 有那麼多生命 啊 啊 沒那麼多生命 啊 啊 啊 那時候 我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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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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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當中檢視濾氧化桶這種東西 如果和核油去濾 那就是很濃烈 或是濾石灰硫磺合計 那就是很濃烈 但是我們在這個 氨基酸合合同在濾這些東西 濾這種的豆子也還好 所以一般來說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因為豆子這種東西 它當然是對這個唯一的 就是對細菌來說 因為沒有什麼油可以用 所以像一個豆子共性手可以用 是不是這樣 所以就一定要用到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豆子噴下去 通常它就比較不會去用 因為這個在掌管上這個銅是沒有什麼移動性 所以它也比較不會去用作物來給它這個吸收器 但是就是說在比較生性的一種 這個營養有時候 它銅衣質這些東西就是 它會去在比較酸性的環境 尤其像我們的酸魚 它會有這種穿透性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一定要稍微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在用豆子的時候 這個量不可以超過 簡單說就是說這個用量上 一定要稍微注意到 通常在這個豆子在用的時候 這個水 農業的PH值 就是說要有效 我們可能就是盡量不要太過頭痠 那一般是不會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沒有很大 這個問題 但是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用這個氨基酸熬鱗糖 或是說用什麼東西 什麼什麼這些東西 這都沒有要緊 這個東西在用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重點 就是說 你一定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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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用這個黨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覆蓋性的這個問題 一定要均勻噴霧 所以 以外的一個這個 這個 威力是如何捨立 當然是如何 當然 如果不適合 這個 就不要亂 因為 這個黨 甚至是因為 減性的這個 所以 比較容易去刪行到這個 這個 所以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用這個黨的 你一定要抓一個 這個 這個 關節 就是說 農土雞 但是我噴比較重 噴比較多水 它的效果絕對比 比農土管噴少水的效果更好 在黨的裡面 絕對是這樣 所以 我們好朋友 如果有獨特在使用的時候 要稍微 知道這樣 這個大概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做一個 一個參考 基本上 大概是這個意思 來 時間的關係 兩點鐘的節目 先檢視 正到這裡 想起變的聽眾 如果還有疑問 有一個不清楚 沒有了解的事情 一樣提醒你 我們明天見 拜拜